本賽事的頒獎典禮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本賽事的頒獎典禮 首先有請主辦單位的鄭冠宇院長為我們致辭 各位午安 禮玉杯又再過了一年 非常感謝禮玉事務所一直長期來的支持 我們理念組學長 我們的永芬學姐 長期以來對台灣法學界的一個關心 對我們的學子的一個加冥 我相信各位永目共睹 長期的一個經營 長期的一個推廣 這正是符合了我們所謂的永續經營的一個理念 事實上各位應該也知道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跟空氣污染 雖然說是這個地方跟中央的一個權限的問題 但是事實上它涉及到的空氣污染 這是我們人類非常關心的一個話題 因為我在2015年的時候 SDGs為人類的永續發展制定一個指標 我相信大家都在努力為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 我們來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一個未來城市 希望各位也在這一次的整個辯論的賽事中 可以獲得一些啟發 不只是輸贏的問題 不只是權限的爭議的問題 不只是公法的問題 雖然公法 那麼說剛才這個前法官說是選學 這種情形 那麼這不只是公法的問題 那麼這個事實上也要關心一下司法的問題 那麼這是我們說呢 那麼在這裡呢 我相信在得失之間 這才是真正的會成長 那麼當然那麼這個這次呢 我們看到很高興 有一些新的團隊的參加 我們也希望呢 未來能夠有持續的不斷的大家一起來 那麼共同來經營 共同來關注 那麼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麼這個東北大學呢 非常感謝 那麼我們在座今天的這個嘉賓 我們的文藝兄 然後志光兄 然後我們的前法官 那麼大家一起來幫忙 一起來共同完成 那麼這樣的一個賽事 那這是因為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麼雖然說疫情期間 我們大家呢 還是很努力的 那麼在這個一起的 來完成我們的這個重要的任務 那我相信 那麼從這一次的這個經驗 那麼也可以對各位呢 在未來的人生當中呢 有很多很重要的一個啟發 那麼那希望呢 這一次能夠這個 讓各位那麼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那麼也祝各位呢 那麼從此之後 那麼這個又更正面的 更這個所謂的積極的一個人生觀 那麼祝福各位 那麼祝大家身體健康管制住院 謝謝 謝謝政冠宇院長 接著有請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姚思源理事長為我們致辭 在座各位嘉賓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代表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來參與李綠杯的閉幕典禮 那麼我首先要對李綠文教基金會表達敬意 李所長 李執行長 尤其是李執行長 在過去的21年 李綠杯辦了21年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 帶領同學參加 李綠杯模擬法庭辯論比賽 是2002年 那已經是19年前 我那個時候企圖說服我們的同學 因為大家都很害怕模擬法庭辯論比賽 我就把獎金算給他們聽 我說如果你們表現得很好 冠軍12萬 然後這個個人獎是1萬 書狀的話 原被告加起來2萬 總共15萬 我說一次獎金要發這麼多 這麼辛苦的一個比賽 不見得能夠辦很久 你們能參加的時候就趕快參加吧 那個已經比你們接一個案子 未來的公費來得高了 沒想到一半就21年 這真的是對 嚴肅的來說 這真的是對我們國內的法學教育 帶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個人的感覺真的是如此 當然 但今天的這個冠軍決賽是我看的第一場比賽 我難免會有個人的一些感想 第一個感想就是 幸虧我當初沒有選擇公法 作為我的研究領域 張院長我覺得你的公法招生會改善 我覺得可能是稍微有點容易落空一些 但是我要呼應一下前法官剛才所說的 其實公法的領域真的是包山包寒 刑事訴訟法當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一環 我還記得我在美國法學院念書的時候 我說的刑事訴訟法就叫做 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 就是憲法之下的刑事訴訟法 我覺得您所傳達的概念 是應該讓我們更多學生要能夠知道的 那我第二個感想就是 根據我自己過去 對於美國聯邦與各州 它的立法分權的 preemption doctrine 就是所謂的先戰原則 或者是聯邦立法優先原則 我本來是認為對這個聽聞蠻瞭解的 那聽完大家的這個討論 尤其在法官們的指導之下 我發覺我現在是徹底困惑了 回去可能要好好學習一下 我最近常常上課的時候 跟同學們講 我說我們在法律的學習過程當中 當你們到達我這樣的一個年紀 你們可能會跟我有同樣的感覺 那個感覺就是 當你在學法律的時候 It is easy to believe you are right 你看了一些東西 你可能就覺得我知道了 我是對的 But it is hard to know you are wrong 你要知道你要真正學習到 知道你自己其實是錯誤的 是非常困難的 當然大家參加了李律杯模擬法庭辯論比賽 後面那句可能稍微要改一下 It is painful to know you are wrong 剛才當然我們的這個法官們 對於我們的這個同學們都讚譽有加了 這個其實就如同幾位老師都有提到的 勝負一時之間 十年之後記得冠軍是誰的 就只剩下自己了 就只剩下拿到冠軍的人 其他人通通都不記得 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學習的經驗 我相信對各位同學而言 一定是重要的 雖然我剛才看到這場的比賽 原被告雙方在法官的引導之下 潰不成軍 那聽到這個各位法官說 在過去的幾場大家有了長足的進步 我就能夠想像過去幾場的血流成河 但是無論如何都是 這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成長的經驗 我也相信是各位同學不會忘記的經驗 那更重要的是希望各位同學 在這個經驗當中 都留下的是一個正向的意義 是一個正向的功能 謝謝大家 恭喜大家 謝謝姚思源理事長 最後有請貴賓 李律文教基金會理念主董事為我們致詞 政院長 雅理事長 各位老師 包括前法官 還有各位在座的同學 代表李律文教基金會 說幾句話 我們非常感謝在座的老師們 跟我們一起來幫同學們 這個帶領同學 陪伴同學 來做這個我們永芬執行長 最喜歡講的練習 那我要特別謝謝前法官 這個最高法院的前法官 那我希望他今年是第一次是一個開始 以後我們能夠經常看到 他繼續來給同學很好的指引 前法官是法界非常具有典範性的一位法官 大家都知道的 能夠來是我們非常大的榮幸 然後當然也非常謝謝張老師 吳老師 這個東吳大學跟我們這個配合提供這麼好的場地 然後特別是黃新宜老師帶領的工作團隊 這個年復一年都提供了最好的服務 這個優質的服務 而且是專業的服務 這個非常辛苦 這個各位同學都可以看得到 你們來的時候他們都已經在了 你們走的時候他們還在 那非常感謝 另外就是這個 當然 剛剛姚院長姚理事長 這個我猜想他主要講的 是像我這樣子問問題問得太厲害了 姚院長自己是以前也參加模擬法庭的 那我必須要跟各位說一下這個模擬法庭 為什麼有這個國際法庭 因為這個模擬法庭是從JESOP 這個MUCOT 國際法庭年復一年的舉辦模擬法庭 是國際法的英文的模擬法庭比賽 我就是受益者 我是在1979年參加國際法學會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舉辦的JESOP MUCOT 然後到美國去比賽 對我來講是一輩子得意 一輩子 我說得到好處的那個得意 而且是不會忘記的一個學習 因此我們在二十幾年前 發想說我們可以為法學教育做什麼的時候 我們覺得JESOP MUCOT也辦了很多年 到今天還是國際法學會每年都在辦 那我們覺得在我們自己的這塊土地上 要用我們自己的母語來從事這樣的練習 可以讓更多的同學可以得到好處 因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用英文去做辯論 但是我猜想各位 我不曉得各位經過這一個禮拜的比賽 以及跟過去幾個月的準備 各位會不會覺得浪費時間參與這個活動 我猜想各位會覺得是有收穫的 但我真的跟各位說 能夠參加這個比賽的同學 是少數幸運的同學 每一個學校都只能派出一個代表來 那因此像東吳 就我所知 就在校內還有其他的這個模擬法庭的 各式各樣的模擬法庭的設計跟活動 讓更多的同學可以參加 那我們也希望其實是可以繼續推廣 那幾件事情 今天我感謝各位來這裡 如果各位都覺得有所收穫 就像我跟姚院長都知道 我們對於我們從事法律事務工作 這個模擬法庭在學校裡頭參與 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我希望各位能夠不另語 把這樣子的經驗跟好處 跟各位的學弟學妹們分享 我這樣跟各位說 來參加履歷杯的比賽的 這個有些學校是有傳統的 未必真的每一年都能夠如願的得獎 但是真的有的學校是有傳承的 也都是參加過比賽的同學 會願意回去再指導自己的後面的同學 一方面是培養這個學校的 建立學校的榮譽 但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受惠 能夠再把同樣的事情 讓年輕的法律人能夠得益 那我跟各位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的用心所在 我們希望法制的進步 是能夠有更多的法律人能夠更進步 所以我們才會年一復年做這件事情 如果各位覺得這件事情有益的話 我希望各位能夠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們在學校裡面推廣這件事情 鼓勵你們的同學 明年來參加 而且 自己以身作則 明年假如他們需要幫忙的話 把你們的經驗傳承給他們 陪伴他們練習 有些學校是 有這樣的傳統 年一復一面的陪伴練習 然後在這裡的成績 就成績斐然 那我們希望這樣子的精神 是能夠黑廣的 另外一方面 理律 這個 我們辦的 模擬法庭 所有歷屆的題目 書狀 好的書狀 我們準備的 這個 參考資料 都掛在網上 然後這些資料其實 基金會都是很歡迎各位 告訴我們 然後 在學校裡面 是可以用的 你們可以用社團的方式 來做自己的練習 或者是甚至 學校可能有這樣子的 開課的機會等等 這些資料 都其實還可以 讓這個活動更推廣 如果能夠做到這樣的話 我想 我們做這個活動 就覺得公佈堂圈 所以很肯切的希望各位 參加這個活動 真正的 不是只拿那個獎盃 或者那個獎金 而是整個的過程 以及接下來繼續 能夠把這個好的消息 好的傳播下去 我在這邊 謝謝各位 希望明年再看到 各位的學弟妹們 能夠再踴躍的參加這個比賽 謝謝各位 謝謝里面組董事